我覺得跟年輕人談一談 其實就是我們這些快要退休的 這些老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心願 台北市為了要不要建捷運啊 我跟你講吵了好多年 我在讀大學之後就開始要吵要不要建捷運 等我走美國已經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了 台灣還沒有開始建捷運 吵什麼呢捷運太貴了 在地底下挖 挖隧道 太可怕了台北是一個盆地 裡面那個盆地這個 都是一些很軟的泥巴 這是怎麼做隧道 一大堆要花很多錢 不知道最後誰有什麼時候的建捷運 實在是擠得不像話的這套建捷 甚至一間的過程中間 還有人會說這是廢鐵 可今天我們看到這麼多人 會發明高鐵對台灣的社會的進步 其實非常重要 社會能夠進步 其實最主要關鍵在於一個社會的制度 人的聰明才是在世界各國都差不多 而定的差不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一個國家進步不進步的關鍵 不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比較聰明 而是這個國家制度 能夠讓優秀人產 有沒有發揮 希望我們國家制度有所改變 因此呢 關心公共事務的人呢 其實應該更關心說 我們這個國家制度 到底要往哪裡走 要走 在衛選體制下 一個領導人的觀念 決定這個國家制度 但是在民主政治下呢 是社會集體的觀念 才決定這個社會制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夠 在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 是我們想想想想想 要盡量把我們的觀念 能夠傳播出去 能夠克服很多社會爭議 才能夠讓社會往前走 這是我們面對的挑戰 這面對的挑戰 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但是很多價值觀 這價值觀本身 有的時候呢 是會彼此 是不一樣的時候 會產生風情還矛盾 所以作為一個政策的推動者 或者一個政策的執行者 在這裏面必須要有所取捨 而這個取捨有時候 非常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不管你怎麼做 你都不可能只考慮到 單一的價值觀 而剥離掉其他價值觀 也就是所有的公共決策 能夠取得最多人的認同 這是最好的 但是走的過程中間 一定有所欠 你不可能讓你的想法百分之十件 如果你的想法百分之十件 那你也很可能就成為一個獨裁者 就是我們在政策上呢 我們有時候不禁得 都能夠讓每個人買的 我們必須要想到 這個政策背後的價值 是不是值得 這裏面會有很多很多的 時間上的問題 舉例來講 好了 最近這一陣子 我們忙著為了前瞻 預算 搞得 不斷地要去跟社會多同 那我就提到 碰到很多挫折和困難 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我也有很多思考 我覺得 我們的北部地區是台北市 新北時期都已經 台灣算是相當進步的地方 因此 做一個政策的推動者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對外去溝通 請聽可以贏得 病人的信心 請聽完之後呢 那病人會跟你講什麼 啊我就是這邊痛嘛 心裡頭沒有給我開點紙 請問要給我什麼 他就開始告訴醫生 他要開什麼藥 這個人能聽嗎 那就不見得能聽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判斷不見得是專業的判斷 所以醫生還是要有專業的判斷 但是好的醫生是不但有專業的判斷 告訴他 啊你這個建議是不對的 我看你這個藥 還能夠說服病人 這個藥好處在哪裡 那是高度的困難 可是 我想我們 作為一個 國家的政策制定者 我們也要抱著這樣一個心態 去配奏我們的公司 這是不可避免的 隨高雲 在 有些人 我們在這次見 這次見 是 宵橋 歸 駿 這個 Otto